嗨 各位好 欢迎收看硬检查谈 我是佛梁麦查人 这是我们新系列节目给他装机的第一期 这个系列节目主要就是给B站上的up主 以及其他平台的一些大主播 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电竞主机 那我身后呢就是今天我们这次装机 所需要用到的各个配件 然后这儿有一块我们定做好的亚克力灯板 上面印着我们这次装机的这个主播的一个logo 那不知道有没有人是我们的粉丝的同时 还是对方的粉丝 那如果有的话可以把这位主播的一个ID 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对 没错 这一次呢我们是要给隔壁的一个直播平台 有着280万粉丝的一个绝地求生主播 Rash Bessie打造一台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电竞主机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大概是半个月以前 Bessie的女朋友找到我说 希望能在新年的时候 给他的男朋友送一个新年礼物 这个新年礼物就是一套电竞房 那既然是电竞房 肯定需要有电竞主机了 他在B站上看到我们的视频 觉得我们的团队很专业 所以就找到我们 希望我们能给他定制一台包含有绝地求生要素 同时包含Rash自己要素的一个定制主机 那同时希望我们团队能帮他把这个主机超频 调试各种小餐 调到一个最舒服的一个 性能最大化的一个状态 好让Bessie在直播的时候能更舒服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这个任务 那这一次在硬件方面 我们使用的是ROG的全家桶 使用ROG全家桶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外观整体搭配起来是非常的协调 而且看上去会给人一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感觉 ROG产品本身也不错 唯一的缺点它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贵了 然后另外呢 使用ROG全家桶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用澳创这一个软件 统一控制所有的硬件 包括各种风扇的转速呀 自定义的图案呀 还有灯光一些效果 这样的话就不用一个一个去安装第三方软件了 非常的方便 然后既然我们是用的ROG全家桶的机箱 我们就顺理成章的直接用了华硕的 这个GX601的一个太阳神机箱 这个机箱在网上有非常多的一个Mode方案 那正好杯喜有一位热情的粉丝 是一位画师 他就和MOG火星数码发射站一块 为杯喜设计好了整个机箱的一个外观元素 那最后再由MOG他们去进行灯板的定制加工 然后再把这些外观要素 通过喷漆和UV打印弄到机箱上去 那整个机箱是一个黄色 加上倾斜纹理的一个主基调 然后配上一些ROG和PUBG的一些要素 正面是一个吃鸡的人物利会 最下面是ROG的败家眼 加上Rash的一个英文名 那在看得见的地方 MOG用了很多的心思 在看不见的地方 MOG他们也用了很多的心思 这有一个理线盖板 MOG也是在背面的这个理线盖板这 打印了一个大大的吃鸡的人物利会 机箱的背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还定做了几块灯板 除了节目开头 我们给你看到的这个灯板 这个是印着它的一个logo 这是放在主板20pin供电旁边的一个灯板 然后这块灯板是主板的整个 在右边这块竖着的一个灯板 然后这一块灯板呢 是在电源仓上竖着的一个灯板 上面也是Rash的英文名 加上ROG和PUBG的一些要素 最后一块灯板 是这块最大的一个灯板 然后它是整个电源仓最上面顶部横着的这块灯板 然后有一个吃鸡的吉普车的一个例会 PUBG的一个logo 加上ROG的一个logo 这个灯板的灯条呢 我们是整个都藏在了灯板的侧面 不会直照 这样的话质感会好一点 然后这灯板也是多层的设计 这有下层的一个设计 再加上城头螺丝 整体的质感非常的好 到时候装机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实际的上机效果 然后因为杯喜是一个绝地求生主播嘛 那我们这次装机就主要针对绝地求生的一个游戏 来进行选择配件和调教优化 然后绝地求生吃显卡 然后但它又不像3A单机那么吃显卡 它主要吃的还是CPU的单核性能和内存的高频 因此这一次我们使用的是一个12900K 搭配3080Ti的一个组合 为什么没用3090呢 因为24G显存确实用不到 这两张显卡的性能差距也非常的小 3090背面的显存的发热 还会带来额外的功耗 然后导致风扇转速更高 带来额外的噪音 目前来看最适合游戏的 还是一个3080Ti这张显卡 内存的话是我们之前12代CPU首发的 一个同款内存 是芝奇的一个DDR5-6000C36的一套 16Gx2的内存 然后不过和我们首发不一样的是 我们那时候没有RGB嘛 这一次为了更炫酷一点 我们给它升级到了带RGB的版本 然后是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我们这次使用的是 WD Black SN850的一个 NVMe PCIe 4.0x4的一个固态硬盘 7000的顺序读速度 然后4K随机读写速度也非常的好 2TB的容量也足够被洗装 各种游戏还有直播软件所使用了 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配件 然后呢因为是全家桶嘛 ROG全家桶 我们就直接配的华硕的 这个ROG Z690 Hero的一个主板 水冷的话也是一个ROG的 360飞龙的一个水冷 它主要是有一个RGB风扇 能借助这个RGB风扇的灯光 把机箱内照亮 这样的话会看上去好看一点 然后最后是电源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ROG新出的 这个雷神2 1000瓦的一个白金电源 这个电源相对于上一代来讲 把整个配色的基调 改成了一个银色的配色 这样的话质感会好一点 ROG电源它最大的一个特色是 侧面它有一个小屏幕 你可以通过这个屏幕 能实时的直观的看到你整机的一个平均功耗 非常的炫酷 那为了防止说显示器拖主机的后腿 尽可能多的发挥这台主机的最大性能 我们给它配了一个XG27AQM的一个 2K BUS IPS270赫兹的一个电竞显示器 那这台显示器可以说应该是一个2K IPS显示器的一个天花板了 然后那为了防止网络拖后腿我们也是给它配套选择了一个这个GTAX6000的一个路由器 四核的博通方案 两个2.5G的网口 那再加上华硕本身的一个路由器的一个固件 4x4的MIMO 整个保证网络不会出现任何的一个瓶颈 好 基本上配件大概就是这样 给大家介绍完配件以后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些配件装到这台主机里面去吧 IF WE CAN SOMOW HERNESS OF THIS LIGHT CHENOND INTO THE VUX CAPACET IT TO SPENDE WORK NEXT SATURDAY NIGHT WE'RE SENDING YOURLEN TO THE FUT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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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这样的一个性能表现就不说直播绝地求生吧 那直播其他的大型单机游戏也基本上是没有存在性能瓶颈的一个情况 好那性能测试介绍完毕以后给大家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一次大概都调了哪些东西吧 我们都知道十二代CPU使用了十二代CPU使用了十二代CPU使用了一个大小核的设计那为了保证大小核的一个正常的调度你必须要使用Win11系统而经过我们的人为调试以后在保证游戏和各个程序跑在他们应该去的核心的前提下我们发现Win10在游戏帧数上会比Win11略高那么一丢丢然后所以呢这里我们使用的是Win10的版本是一个Win1020H2的版本没有用Win11然后使用了一个付费软件Process Lasso 来让软件和游戏跑到他们应该去的一个核心上然后这个软件是一个付费软件还需要人为的调试非常的麻烦如果你是一个小白用户那就不要折腾了直接用Win11自带的一个调度器就可以了那像我们的话因为是帮人家定制主机人为的调试嘛我们已经帮他把所有的东西调试好了这台主机毕竟怎么着都是需要拿来直播的嘛绝对不能出现说直播的时候因为系统不稳定超频以后然后出现蓝频死机重启等现象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是给悲喜准备了好几套预设这几套预设的性能是不一样的如果悲喜觉得那系统不稳定了他就可以稍微把预设往低的调他觉得这个性能还有可以压榨的空间呢就自己往高的调针对CPU的话我们主要调整的是他一个那个多核的一个锐频的一个策略我们这边使用的是Bi-Core Usage的一个设定然后单核和双核的锐频我们是增加到了5.5GHz三核和四核锐频是5.3GHz 5核和6核是5.1GHz 7核和全核是4.9GHz 然后电压方面我们把CPU的电压改成了一个Adaptic的模式 然后这边有一个VF Point 7 Offset的一个电压是改到了0.05震 超频前CPU-Z的一个单核跑分是830 超频以后来到了接近890 那多核性能基本上是没有变化 但是单核性能的提升还是非常可观的 然后超频前的功耗是212W 那因为我们人为的修正过电压嘛 所以超频以后它的功耗反而还下降了是203W 然后是内存 因为有ONDAI ECC的存在 如果参数缩的太紧 由于ECC的介入会导致内存的效能出现滑坡 所以这里我们是选用了一套效能最好 同时能过测的一套参数 我们是保持频率不变 然后CL值从36压到了32 在DDR5上TRCD由于影响不大 所以我们就改成了36还是不变 TRAS我们是人为的所在了76 在第二时序中TFAW我们是改到了16 然后这个TREFI第三时序改成了65535 然后在DDR5上这个参数可以设置的更高 不过提升就比较有限了 那这两个参数主要是对游戏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然后最后我们还改了一下这个TWRD-DG 还有-SG分别是50和60 然后TWR-DG改到了7 TRDRD-DG改到了8 那这四个参数主要影响的是内存的读写复制效能 那对稳定性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那其他的小参在这里碍于篇幅限制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显卡方面因为3080Ti本身比3090少了12颗显存 和新能赤道更多的功耗 那再加上猛琴本身的频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留给我们自己调整的空间也不大 频率加太多以后风扇转速一提高 噪音也会变得更大 所以我们就用OC scanner过了一下 然后稍微调整了一下它的曲线 让高频保持的时间更多 显存我们就简单的加了300MHz 并且通过了Time Spy的一个压力测试 整台机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别看我讲的非常的简单 但我们的技术小哥漏的 是花了两三天加班加点超频调试 调试各种稳定性 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有了这么一个效能 那如果你也想像杯喜一样 有一台这种包含各种自己喜欢要素的 一个定制主机 同时需要我们帮忙调试好一个效能 上手即用 如果你是一名UP主或者一个主播 那欢迎加我们的商务微信 详细聊具体的事项 好本期节目到这里 就算全部介绍完毕了 感谢各位的耐心观看与支持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就请不要忘了关注我们并素质三连 这里是硬检查谈 我是傅良麦茶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